如果一定要选一个你最讨厌的英雄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选白铃手别 但是在我这里 我最讨厌米莱迪 尤其是像对面这一种 一楼选个米莱迪的 他真的是一点不考虑阵容和队友的感受 作为对手我都看不下去 那没什么好说 今天我必须给他上一课 辅助蓝铃王 混到二级以后先抓第一波 能不能成功无所谓 主要是让他交闪 下一波就是四级的时候 这一波他没得闪 所以哪怕是月塔 咱们也把他送回去 状态很残 咱们不要恋战直接回家 这样一来等米莱迪复活到了中线的时候 咱们也正好在中路附近了 这里先不要靠近他 等他稍微出来一点 好 发出机会 二三一一层 他没有立马死 但是这一波咱们的伤害是够的 下一波继续 上一次咱们是在中右草抓的 所以这一次切记要换个方向 因为绝大部分人次一线会长一致 这一次米莱迪靠近右边的可能性会很小 但靠近左边的可能性却很大 为什么讨厌米莱迪呢 因为白铃手别哪怕在坑 他也有视野 有位移 因此他只是没伤害 却不容易死 但米莱迪不一样 他一坑起来那是嘎嘎送 并且打团还没有伤害 那么第四波左右两边都不要去 因为咱们已经在左边 右边都抓了一次了 所以接下来米莱迪 他既不可能靠近左边 也不可能靠近右边 他大概率会在正中间 所以咱们站到这个位置 等他一露头 一套连刀再一次送他回去 这里虽然朱老师预判到了 但是却失误了一下 正常来说你不失误的话 他这一波必死 但不要紧 回身补给一下继续 由于上一波没有抓死 所以这一波需要先找一下位置 他刚才是往红区走了 那咱们往中路左边河道去绕 因为中线马上就会到 所以米莱迪从红区回来吃线的概率是很高的 这里果不其然他已经往回走了 这一波没有失误 一套连招送这位兄弟上路 头被K了不要紧 咱们是辅助嘛 米莱迪还有一时五秒复活 所以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抓一下别人 看到张良的位置很深 可能是因为咱们一直在抓米莱迪 没有去搞一个雨露均沾 所以敌方的脆皮才会这么肆无忌惮嘛 米莱迪已经复活了 咱们中路准备好 离对面稍微远一点 先把鱼姬给他放走 作为一名老六 你的目标一定要明确 伤其食指 不如断其意指 这个道理咱们要懂 这边看得出来 他现在非常的谨慎 这波大也是又空了 非常的可惜 不过幸好 讨厌米莱迪的不止我一个 将中路伊塔退掉以后 米莱迪会去哪 咱们也不知道 所以这时候打开面板看一眼 如果米莱迪没在线上 且经济在涨 那么他必然在野区打野 这边队友谈到视野了 那咱们记得开号隐身 敲摸的包过去 兄弟们 还是那句话 逆风的时候 绝大部分英雄都没什么用 但最没用的肯定是米莱迪 可能有的小民会说 高手米莱迪逆风的时候可以偷塔 但一个稍微有一点经验的刺客 就可以让米莱迪 别说偷塔了 他甚至连自家防御塔都出不了 那么推到二塔附近以后 专人怎么抓 提前卡住这个位置 看一下视野 然后稍微走位一下 防止对面头上跳感叹号 最后什么都不用干 等他过来送 因为很多人玩米莱迪 他总是想丹带偷塔 因为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 米莱迪打团没有什么伤害 可惜啊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米莱迪喜欢丹带 带着带着 队友四大五就成了逆风了 等到了逆风以后 他还更想去丹带偷塔了 你就搞不懂 你就不理解 明明这个英雄的一技能 伤害高的鸭皮 你们却总组二干什么 组一啊 你组二技能打团没用的 二技能的小兵 随便吃个AOE就没有了 打团的时候 你当个打击一样 往后派一站 三一连招几乎可以顺秒碎皮 就这个伤害带什么线嘛 但话又说回来 真要这么去玩 为什么不选个打击呢 所以米莱迪这个英雄定位 非常的尴尬 团战没得什么伤害 带线又容易被抓 等你好不容易推个塔吧 你会发现 塔的收益 那是远不如一条风波 那先不说那么多了 对面米莱迪的课 还没上完 到了这个阶段 对面肯定可以看出来 我在针对他 所以咱们反其道而行之 先抓鱼鸡 但是留个当 等米莱迪回头打伤害的时候 咱直接倒过去 送兄弟上路 上了高地以后 他很多 容易漏视野 所以这个阶段 以强攻为主 因此 咱也需要补上一点肉 这边队友比咱们先上 那这一波相当于白减一个 但是不要紧 毕竟移动ATM 面对这种诱惑 忍不住可以理解 现身以后 对面夏师傅想搞事情 一个合格的老六 那必须得18般武艺样样精通 不然你蹲到了 却发现打不过 那得是多么痛苦的领悟啊 这一把 终究还是大剧一定 但是折磨并没有结束 等到游戏结算以后 咱们稍微点个举报 这种一楼直接选米莱迪的 没什么好说 请你打信誉分去吧 哦哟 举报不成功 没有关系 提交数据 继续反馈 因为我 真的很讨厌这个英雄